《一百一十二 》 否認馬鎮過激被要求山展范冰冰談激情戲 人有七情六欲很正常 2015年7月26日娛樂C03范冰冰與黎明在電影《王朝的女人》 楊貴妃飾演楊貴妃與唐原中 一場激情大膽馬鎮戲令觀眾歪言,片段隨即在網上封傳 有傳激情戲曝光後,被有關單位要求山展 有內地媒體向范冰冰工作室宣傳人員求證時 對方簡單回應兩字造謠,心當抽撞拼盡便收 安張范冰冰到上海宣傳時,被問到激情戲片段封傳 他思索後慢慢回答 我覺得,大家把整個電影看完了,就知道了 我也挺感謝他們的,因爲,真的幫我們增加了好多好多的票房 我真的沒有給他們營銷費,幫我們把這樣一部特別有藝術感的電影 呈現到大眾面前,對於有網民說他每部戲都有激情戲 他說,我覺得你心涉及到什麼,眼如看到什麼 如果心涵,呃,一個極其骯髒的人 那你的眼睛涵進便收,會是一片極其骯髒的景象 對我來說,這就是我的職業 我是一個職業演員 從來沒有人說過,范冰冰不敬業 我扮演的都是人,不是神,不是仙 我們都會有風花雪月,有七情六慾 都很正常,如落祖 我扮演的就是可以做的 還是要儘不敬業